大家好,2024年新年快樂,我是梁國全傳道,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講師,很高興我們在YouTube頻道再跟大家見面 各位看過教新的頻道,也有一個節目叫時代木人 這個時代木人,過去有幾年時間,每個月一集,邀請有嘉賓對談 又見於2024年,我們教新自己,想有一個調整 之前時代木人同時合作,現在教新的頻道是由我開始探討 我們透過這個頻道,有些事工介紹,有些閱讀的分享,或者有些我的觀察和大家分享 希望透過這個頻道,能夠有些資訊和大家交流 這一集,我訂了一個題目叫報道有法 香港教會經歷幾年的疫情,其實我們都是在教會面對很多衝擊下 其實我們的使命,我們的靈性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挑戰 這一集,想跟大家講講,就是自然教育發展裏面有八個一輪特質 其中一件事,就是報道 這個就是教會報道的情況,究竟是怎樣 特別這個報道,其實它的翻譯叫做需要為本的報道 自然教育發展,我想在香港教會很多的堂會都來過教身做過測試 這一個方法呢,幫助教會評估一下自己的體質是怎樣 然後針對若干的地方,再需要改善 剛才提到自然教育發展裏面,其實是在2000年左右的教育開始做的 我們有幾本書,一本就叫做生命添色彩 這個是講自然教育發展的原理和特質 第二方面,一本書叫做領導三重色彩 第三本呢,其實是我們今年 即是今年,應該是去年,二、三年年中有出版 叫做是恩賜的三重色彩 這個是修訂版來的,這是最新的 裡面的內容和內容都有所不同 有很多堂會已經開始求買這本書呢 就做那個恩賜測試 幫助大恩賜妹在那個 服事裏面,大家有一次的配搭 了解大家的強與 需要發展 恩賜的地方 這一集呢,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報導有話 就是香港教育其實在2024年 我們更需要 除了我們靈性,其他方面要調整,團隊等等方面 在報導方面,想跟大家分享呢 剛才說過需要為本報導 其實有三方面 一方面是有愛心的教會 第二方面是整體報導 第三方面是個人報導 第四方面是適切尋渡者的需要 你看到這幅圖表呢 你看到四個年度 一個是藍色的教會 有愛心教會 在2000年,2021年,2021年 和2022年,2023年 其實是這個 在這個需要為本的報導 其實是有四個的 變數和變項 是反映了堂會的情況 這個四年的圖表 就反映了你 教身做的堂會 在這個item上的情況 你看到呢 有四條bar 一個是藍色的 有愛心教會 另外呢 就是紅色的整體報導 黃色就是個案報導 綠色就是適切尋渡者的需要 NCD有三個數值 一個是35 如果是35數值 就是危機 如果50 就平均 65 就是優良 平均數值 在這裡大家看到 我們同時整理了 每年大概有20間堂會 來到教身做一個測試 當然不是完全反映了整個香港教會的情況 但是你看到這幾年的改變 是有愛心的教會 其實教會除了疫情的期間 其實都做了很多的社會關買 所以呢 只要教會有關心輪廁 派發禮物 就會 表達到教會的愛心 你看到呢 2023年 教會在這方面也有提升了 整體報導上 其實教會有沒有一些創意的報導會 或者是一起做一些 報導的工作 就是搞呼音 主日等等的情況 亦都反映了出來 教會在紅色 這條巴上也有所提升 可能教會覺得 雖然我們面對移民潮 雖然我們面對社運的改變 雖然我們面對現在剛才的經濟壓力 但是教會 卻是不要忽略或者忘記 我們繼續做報導 所以你看到整體報導的情況 是有所改變的 第四方面就是適切尋導者的需要 我們會不會支持 我們的弟兄姊妹 向一些新朋友傳呼音 或者鼓勵他帶一些新朋友回來教會等等的情況 亦都反映在這方面 當然啦 你看到 如果幾個年度比較 一直都比較相對弱 就是個人報導 這個個人報導 在這幾年 可能大家都可以理解 就是疫情的影響 大家戴了口罩 都可能沒那麼容易傳呼音 傳呼音的時候 都可能會有些顧忌 或者社會氣氛 使我們做國人報導 都比較是 那個 動動性 或者教會 在疫情復常之後 出去社區關為裏做報導 都開始 一個warn up的情況 這個 的需要為本報導 這四個巴掌都是 希望給大家看 就是鼓勵 大家在 在關為鱗石 大家在國人報導 大家在一起 去做報導會的情況 以及第四件事 我們去關心一些 即是微信的人 我們會不會有 更有創意的方法 去跟不同人報導 在2019年 我們那個普查 我們都定了很多的報導方法 其中呢 有友誼報導 家瘋報導 等等的情況 我們列出來給教會選 2024教會普查 剛剛我們組了 加內思詢會 我們都加了兩項 就是卓勇 以及根健操 報道有法 我想這個時代 我們都要想很多 不同方法 去做一些適切的報導 以至教會 這個時代 我們仍然 都能夠 實踐到使命 仍然都在實踐使命 都能夠有 不同的方法 去讓人 去真正復任 好像昔日 我們用 我們用 五色報導 適日 我們用 多一點的 三副報導 現在呢 亦都多了 用啟發課程 這集 希望跟大家提醒一下 或者互相勉勵 教會繼續向我們的輪舍關閉 繼續在香港這個環境裏 我們實踐使命 向不同的人 向我們的家人 向我們的 職場 或者我們的同事 傳福音 這集報導有法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裏為止 在這裏跟大家說聲 拜拜 之前呢 希望大家去like comment 和share 我們搞新的頻道 或者訂閱 在農曆新來之前呢 我們呢 會繼續在 這個頻道 跟大家見面 或者是之後呢 再有些節目 跟大家分享 搞新的事工 或者 教會的觀察 拜拜